面對香港緊張形勢不斷升級 美國聯邦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李施周三晚表示 預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週在參議院就會有進展 我們在工作很努力 我們真的相信我們今天有認識 我相信你會看到這個動作很快 在接下來的星期或多 面對香港緊張形勢不斷升級 美國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外委會主席李施等多位重量級議員 周三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緊急開會討論 會後李施議員表示 法案渴望在下週向前推動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一旦通過將具有重要意義 它代表著美國人民及政府對香港人民的支持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